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晚的生活調查團,我是琪琪 在節目開始之前,同樣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我們的有掌問答 本期的問題就是,在節目當中,哪一種減肥方法是最有效的呢? A. 吃沙律減肥法 D. 自食減肥法 C. 運動減肥法 D. 就是吃減肥药 只要你關注我們的官方微博,微信並答對問題的話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生活調查團送上的豐厚禮品一份 那說回我們今天的調查,最近我的同事豆子就瘋狂減肥 就像當時我們的攝像師卡卡瘋狂增高那樣 不知道豆子的這個減肥之路會不會像卡卡的增高之路一樣坎坷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來,過來吧 對 給你買了這箱子,吃吧 謝謝卡卡 不是 可是 哎呦,不捨 還有 半個啊 奶油太多了,不吃了 咦,沙拉 這叫你對我最好 你不是減肥嗎? 怎麼還吃沙拉? 沙拉不是減肥神器啊 你要前面給我做沙拉 所以我現在可能就80斤了呢 第一次我聽網友說,有沙拉不僅不能減肥,而且增肥了 真的假的?去人了嗎? 現在我胖了,可別怪我 這個呢,就是我的好同事,豆子跟我說的一段故事 原來呢,豆子和攝像師卡卡呢,已經靜悄悄走在一起了 他不說,我還真是猛成成 哎呀呀,他咿咿咿咿了 不過呢,重點不是這個,重點呢就是,食生率到底會減肥還是會增肥呢? 這對鸚鸚誰說得對呢? 我覺得會吧 我覺得不可以吧 沒有啊 不會吧 應該是一兩餐不怕的 我都堅持長久不可以 應該也不能完全是可以減肥 因為它畢竟裡面還有一些那些沙拉醬還是油脂那個高熱量的嘛 比如說春節回家的時候胖了十多斤 它不是用那些沙拉醬,我覺得會吃越吃越肥吧 那個沙拉醬是甜的 通過隨機採訪,大部分人都贊同豆子男朋友的說法 認為吃沙拉單止不可以減肥,而且更可能增肥一點 但另外也有一些人認為吃沙拉可以減肥 那麼調查員在未得到答案的情況下又繼續調查了 在網上其實大部分人都表示說吃沙拉是不可以減肥的 反而會增肥,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聽到就是因為沙拉醬中有大量的油 嘩,不是吧 那事實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沙拉醬裡面到底有沒有油呢? 琪琪用燒杯量取了一百層升的沙拉醬 然後倒入一個汁碗裡面 我們都知道油在高溫下是會溶化的 不知道我手上的沙拉醬會不會有油呢? 那現在我就會把這個沙拉醬放入微波爐裡面 稍行高溫煮 喂,琪琪,就算沙拉醬裡面是有油的 難道在微波爐加熱之下就可以看到油? 沙拉醬加熱之後會是什麼樣子呢? 兩分鐘就趕快過去了 不知道這些沙拉醬是否真的 好像沒有人所說的那樣有油呢? 我相信這個答案 亦有很多喜歡吃沙拉醬的朋友 很想知道的 我現在就把它拿出來 哇,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沙拉醬已經變了 黑毛毛的樣子 但是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上面是有一層油飄泡在這裡 隨後,琪琪把沙拉醬當中的油 倒入到涼粉那裡測量 發現一百毫升的沙拉醬當中 竟然有三十毫升的油 而沙拉醬會成千島醬,芝麻醬或者煉奶 但我們先不要說豆子的口味有多特別 難道這三種醬都不含有油呢? 在吃三個的時候 不單止豆子一個人會用到其他醬 在我們生活當中 有不少的人為了可以有不同的口味 有時候都會用到芝麻醬、千島醬 又或者煉奶 那這三種醬油會不會有油呢? 下面我們繼續實驗 為了知道芝麻醬、千島醬 和朱古力煉奶三種醬 會不會像沙拉醬一樣含有油脂 琪琪取養了一百毫升的芝麻醬 一百毫升的千島醬 和一百毫升的朱古力煉奶 分別倒入各自碗裡面 然後放入微波爐加醃兩分鐘 炒養也是加熱了兩分鐘的 不知道這三種醬 會不會都好像沙拉醬一樣有油呢? 我們現在就把這三種醬拿出來 大家一起來對比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看芝麻醬 雖然剛才採養的時候 琪琪就發現芝麻油本身是有油的 但是經過了加熱之後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些油會比之前多很多的 這個千島醬經過加熱之後 上面也是漂浮著一層油的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這個煉奶 這個煉奶因為它是朱古力煉奶 所以它的顏色就是這樣的 並不是說加熱之後才變成 全部不同的一塊 我們看看加熱了兩分鐘之後 我們是看不到這個煉奶表面是有油的 也就是說這三種醬當中 除了煉奶是沒有油之外 芝麻醬和千島醬都是有油的 之後琪琪分別證明了不同醬的油 芝麻醬大概是13毫升 千島醬大概是20毫升 而煉奶由於沒有釋出明顯的油 沒有辦法清重 但是根據整份說明 脂肪的含量大概佔14% 也就是說其中油的含量是14毫升左右 所以說你的策略不理會用什麼醬料 其實都是含有油的 通過了實驗我們可以知道 每100毫升的沙律醬 含有30毫升的油 我們同時也要知道 人的肥瘦 是跟我們每天攝入的熱量 有很大的關係 那100毫升的沙律醬 又含有多少的熱量呢 現在在我面前的這個介面 其實就是一個卡路里的計算器 我現在就會輸入沙拉醬山去 看看它的熱量是多少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介面顯示 就是每100克的沙律醬 它含有724大卡 通過調查 如果一次性使用100毫升的沙律醬 這樣所輸入的熱量就是724大卡 那麼724大卡的熱量是什麼概念來的呢 那麼724大卡其實是一個熱量的一個單位 那麼724大卡是怎麼樣呢 那麼這有磅塊肉 就是磅兩肉就差不多 這就是724大卡的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吃的東西裡面都有 因為它含有碳氫化物啊 脂肪啊還有蛋白質啊 它都會產熱 所以產熱的話 那麼就吃食物就能夠提供給我們 進行一些能量 這能量的話 維持我們的體溫 我們的生命活動 包括我們這個一些疾病的 預防等等各方面就是有用的 通過專家的解讀 我們正常人每入試入的熱量 是2100大卡到2300大卡之間 吃了一份沙律 就相當於試入量正常自己三分之一了 那麼既然沙律裡面所含有這麼多熱量 想減肥的朋友通過吃沙律的方式 是可以達到減肥的目的 只是反而增肥呢 減肥有很多方式 但是它的核心點 還是能量的攝入 要小於能量的消耗 就我不管你是吃沙拉也好 還是有一些人吃肉減肥法也好 還是所謂的進食療法也好 都是或者是低熱量的 均衡飲食的療法 只要是你的攝入 小於這個消耗的量 那麼就可以把體重減少 就是說我們對於不同的人 看哪個是最適合你 這才是最關鍵的 還不是吃沙拉 就一定能減肥 如果你吃沙拉 沙拉裡面本身有一些 保護脂肪 它熱量也很高的 如果你吃菜的時候 放這個沙拉在裡面 那熱量增加了 那你其他沒有減少 它現在只是不良肥 體力沙拉醬的油脂含量 真的很多人害怕 那麼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比如說芝麻醬 千島醬等等 這些味道濃郁的食品調味劑 它的油脂含量也都是非常之高的 那麼如果攝入過多的熱量脂肪 不單止減不了肥 反而還會增肥 所以說如果各位想減肥的話 就千萬不要吃這些熱量過高的食品調味劑 吃這個 吃吧 吃飯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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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堅持得住呢 如果不按时吃饭可以增肥的话 不按时吃饭 不单会出现在他身上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熬夜 工作比较忙碌 生活一点也不规律 不按时吃饭的这种情况 簡直就是私空见惯 如果不按时吃饭可以增肥 就像我这些瘦的人 不按时吃饭就可以增肥 好自恋 先不跟大家说笑 我们先来听听街坊的意见是怎样的 不按时吃饭 我觉得应该会变胖 会的 真的吗 是 为他的消化雷吃宵夜会肥 而且你不吃早餐都会肥 会吧 有吃过吗 有 不按时吃饭应该是会变胖 因为会爆吃 会啊 但是我就经常不按时吃饭 有时候早餐午餐晚餐一起吃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不会 因为不吃饭 然后都没有什么在肚子里 然后不能吃饭 然后你坐也好 也好 我觉得都不会肥 随机调查显示 大多数人 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五按时吃饭的经历 有些人甚至是经常五按时吃饭的 而且 大多数人都认为五按时吃饭会变胖 这个说法 只有少数人不相信会变胖 这个说法 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难道不定时吃饭真的不可以减肥 反而增肥 五按时吃饭到底会不会变胖呢 那刚才到我走完走周围来 能接着你 可以再到我们的同事阿妹了 阿妹你好 其实呢我关上你很久了 为什么 你压上我了吗 我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你是我们所有同事当中 吃饭的最不规律的一个人 你看都三点多了你才吃饭 刚才吃饭的时候 那么多是该搞剪片的一些 能敢得上吃饭吗 可是你知道吗 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说 我按时吃饭的话会变胖 可是为什么你还那么苗条 妒忌死我了 我按时吃饭不是那么瘦吗 你还是好吗调查一下再说 不这样吧 就麻烦你陪我们做一个实验 可以吗 可以吧 除后调查员帮阿妹呢 称了体重 阿妹的体重是44公斤 为了实验有对比性 调查员找到了志愿者小程 因为小程负责民连工作 所以食饭比较规律 调查员帮小程称了体重是44.7公斤 一个星期之后 两位的体重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这么快呢 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 阿妹和承整距离 现在的体重是多少 多少 什么 承整口 自动分 对 我们现在看到变持体重 变持体重是44.4公斤 下个就是我们的阿妹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阿妹的体重是44公斤 一个星期之后 定时食饭的小程体重是44.4公斤 食饭不规律的阿妹的体重是44公斤 定时食饭的体重碰少了 但不定时食饭反而没有变化 那如果不定时食饭变肥 这个说法到底可不可恶的呢 我们减体重的话 其实有一个原则 刚才除了讲能量摄入的话 还有一个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呢 我们主张是这个 就是少量多餐 因为有些食物刺激的话 他没有那么容易感觉到饥饿 当你很饿的时候 很多人他会这个什么 拼命去吃 所以他似乎没有规律 那肯定是对他的这个健康是 做到影响 不一定说 体重就增加了 也不一定体重就减轻了 专家表示 不定时食饭和人的肥瘦 关系不是很大的 所以不按时食饭 会变肥的一个讲法 不可以学的 但专家都提到了 如果食饭不定时 会对健康是有影响的 那到底是什么影响呢 像以前不吃早餐 有人就发现认为是 导致这个什么 胆囊结石的发病率会增加 同时呢 可能导致一些胃的 一些损害 所以就是我们 还是做到有规律的精餐 对健康更有利 同时呢 如果是很多人 不规律精餐的话 有往往 可能一个人吃得不够 那倒是营养不良 就是营养不足的情况 如果吃得过多 反而像有些 经常吃夜宵 它又可能导致营养过剩 肥胖 这也是一种 我目前来讲认为是 营养不良的一个表现 所以靠制食来减肥这个方法 不稳定的 不但减不了肥 便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原来体重呢 和你一日三餐 按不按时吃饭 没有太大关系的 关键呢 就是你一日所吸收的 总热量呢 是不是大于消耗的 而网友呢 所说的 三餐不按时吃饭 就会增肥的这种说法呢 主要呢 就是针对那些 腸胃消化吸收比较好的 不按时吃饭的话呢 就会比较容易肚饿 等到他想吃饭的时候呢 他吃的东西呢 就会吃得比三餐 就更要多 所以呢 才会出现增肥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如果各位朋友呢 想减肥的话呢 奇奇在这里可以告诉你 知 知识呢 是没用的 建议大家呢 都还是按时吃饭 诶诶诶诶 導演可不可以等一会 我手机响 谁啊 喂 什么 分手 体重和三餐的时间 没有太大的关联 重点是 食物的业量是多少 而这个时候 奇奇接到豆子的电话 抢得分手这么严重 这个和减肥有什么关系呢 豆子你怎么了 你刚给我打电话分手 什么意思 哎呀 我还要调查减肥呢 很忙啊 这是因为减肥 啊 为什么 哎 卡卡好变了 那天本来 这不我们去哪里玩呀 哪里玩呀 哪里玩呀 别跑 哪里不想去 我们是碰到不想碰了吗 你也不看看 你怕这啥样 喝一会儿出去 你也怎么说我 当初不是你说的吗 什么吃东西的时候都吃一点 怕了你也喜欢 现在怎么这样啊 那也有个度啊 看你 你等着 干嘛 卡卡是有点过分 可是你也不是很肥呀 那你要我怎么帮你嘛 我让你帮你减肥 减肥 可是我又不是瘦身 你问人家 我要怎么帮嘛 我都不会 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头晕 你不是之前给我调好那些方法都没有用吗 嗯 然后现在晚上大家都说有一个警方要叫 什么 什么 没有效果 那你就帮我调查一下 那为了调查左船肉碱类产品 到底可不可以减肥 调查员就在上网查询了 结果不管是网页上面 只是淘宝上面 输入减肥药都弹出了很多种 左船肉碱的减肥产品 那我们广州市面说的药店 是不是都会买这种产品呢 那边说的这个叫 蝴蝎又范 这个 这个有狗肥又范 那你拿这个 就是狗肥又范 这个狗肥又范 这个 还有它叫你狗肥又范 没有错了 没有错了 这个 蛤 这个狗肥又范 这个 200亿美元 对不对 暗科记者了解到 市场上的药片 真是有关于左船浴缸类的减肥药的 而且价格都不整天 之后记者又在网上资讯了一间 左船浴缸减肥药的店 店主告诉记者知道 这类产品作用强大 而且全部副作用并且不会反弹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回来的 左船浴缸类减肥药 店主说很神奇的 一个月之内可以减3到30斤 到此你就先使用半个月 那半个月之后再看一下你的体重 有没有减少 看能不能挽回你男朋友的心 在豆豉吃减肥药之前 调查员帮豆豉秤体重 是50.6公斤 而在之后的半个月里面 豆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吃左船浴缸类的减肥药 那在半个月之后 豆豉的体重会不会减下来呢 而这个左船浴缸类的减肥药 到底会不会有作用呢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不知道豆豉吃了减肥药之后 它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到呢 豆豉我们现在就马上来 称一下你的体重 好不好 称重的结果 吃了一个月的左船浴缸 减肥药的豆豉体重 不单止没有减少 而且还增加了0.3公斤 这个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个药 是不含左船浴缸成分的呢 为了知道真相 调查员将减肥药送到检浴缸 这个脂肥药结合进入到腺力体膜 才能够很好的代性 那么所以就有人认为 我吃了这个左船肉碱之后 可以是不是促进脂肪代性减肥啊 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这个左船肉碱一般的食物里面都有 像一些肉类啊 坚果类的食物里面都有 除非你缺乏这个肉碱 我才补充 另外一个 你补充这个左船肉碱 超出你的消耗的情况 那么最终的结局也是肥胖 专家还表示啊 人体自身都可以产生左船浴缸的 那么市场上的减肥药当中的人工 左船浴缸的成分 难道真的没有故作用 这个目前呢 你如果是正常量摄入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氨基酸一样摄入到体内 那可能它代性也按照氨基酸代性途径 如果是可能你过量 那可能会有没有产生一个中毒的反应 这样子 幸好减肥药当中的左船肉碱 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那么对于想追求一个好身材的我们 关键是在于合理善食加强运动 至于吃什么沙拉可以减肥 只吃的话可以减肥 吃减肥若减肥 都是没有加强运动来得实际的 减肥真是一大难题 不单只需要危力 如果一不小心的话 还可能会进入减肥误区 原来沙拉酱里面的油脂含量是这么高的 所以说想要减肥的朋友 就真的不好吃了 如果因为太膜又或者减肥而导致不按时吃饭的话 人的胃口就会变大 后期补充的食物量就会增多 从而导致肥盘 想要轻松减肥 依靠类似佐传育碱这些产品 根本是没可能的 不单只起不到什么作用 如果你是吃了含有添加剂的佐传育碱 反而对身体有害 想要真正减肥 一定要搭配健康的饮食和合理的运动 这样才行的 好了 在节目的尾声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要登陆新浪微博 又或者是微信 参与我们的有准文 但丰富的商品等着你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